如果你不太用画图 那么你可以透过网路上先找找你想要呈现的图案 例如我们在这边找了一个关机的图示 你可以把它按右键直接保存下来 那么保存下来之后呢 进入Piscale之后你可以选按右手边的Import 按下Browse Image 选择刚才你所下载的图档 开启之后请将这个尺寸设为8×8或它的相关比例 那因为我们这个图档的比例没有办法刚好变成8×8 所以就接近就可以 按下下一步 它会询问你要跟目前画面上已经有的影格 是否要合并还是要做取代 我们就直接用取代的就可以 确定 这样这个图形就进来了 那你就可以再改成自己需要的再把它做一个汇出 那相对的如果你找到的是一个GIF的动画 例如我们在网路上找到这样的一个小绿人的动画 一样可以把这个小绿人的GIF档储存下来 储存之后呢 你也可以从这边Import 找到刚才那一张 这个时候呢 因为它是一个动画 所以我们就在下面这边 把它进来之后呢 就分成多张的影格 多张影格 所以好了之后一样把它的尺寸设定好 按下下一步 我们先直接用取代的 这个时候你的小绿人的动画就已经有基本的内容了 那再针对你需要的部分 或是像这里有不太OK的地方 再做一些修补 完成之后呢 你就可以把它做输出的动作 然后再继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